世界杯小组赛地组第三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法国对阵突尼斯 法国队前两场小组赛都获胜了 先是大胜澳大利亚随后险胜丹麦 这让法国队提前晋级淘汰赛 此次法国队面对的是实力一般的突尼斯 德尚为了淘汰赛考虑在这场比赛进行大轮换 结果德尚的轮换搞砸了 法国队爆出了超级大冷门 以0比1输给了突尼斯 本场比赛 法国队是433进攻阵型 在封线上是科曼、沃阿尼和贡多奇的组合 在中场 这是维勒图、楚阿梅尼和夫法纳的搭档 姆巴佩、格列兹曼、登贝莱、拉比奥、吉鲁 于帕梅卡诺、孔德、帕瓦尔和洛里这些人 都坐在替补席待命 德尚玩得有点大 突尼斯则是3421阵型 哈兹里顶在最前面 比赛开始后不久加德里就进球了 但被叛越位 这让法国队逃过一劫 之后双方都踢得无精打采 突尼斯是因为实力受限 很难持续制造机会 而法国队的球员则是无欲无求 在进攻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欲望 比赛一度非常乏味 科曼和哈兹里等人的射门都质量不高 半场结束 比分依然是0比0 法国上半场控球率57% 但只有可怜的两次射门 而且都没有射政 而突尼斯上半场有三次射门 比法国还多了一次 其中两次射阵 只是也没有进球 下半场开始后 比赛依然波澜不惊 但是 在第57分中 转折点到了 哈兹里依靠个人能力 为突尼斯取得进球 法国落后了 但是 面对落后的局面 得上揍不住了 随后进行换人调整 陆续派上了姆巴佩 格列兹曼和登贝莱这些超级球星 法国的攻势越来越猛 射门机会不断出现 但登贝莱和姆巴佩的射门都没有打进 格列兹曼最后时刻 好不容易取得进球 却因为背叛越位 真是神剧情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0比1 法国队输给突尼斯 爆出大冷门 这场比赛对于突尼斯来说 意义非凡 这是他们在世界杯 首次击败欧洲球队 在下后 WASCOR的评分中 姆巴佩得到6.7分 他只替补上场了30多分钟 三次射门都没有打进 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 本来是姆巴佩刷进球数据的好时机 但是 他却没有首发 结果替补也没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